有两名中国选手,两名印度选手,然后呢是一名韩国运动员和中华台北以及日本选手 日本选手希望是这次男子单人自由华的主要金牌竞争 这是具备一定的国金的实力 他的身高1米70,升于1988年的6月30号 他在08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获得了第10名的成绩 目前还是一位学生 漂亮,也是连续的这个跳跃旋转空中 看,看他跳跃,非常好 很张扬啊 对 这样的话感染力会更强一些 你看,注意这个轮子的重心 前后的也是来回变化 很漂亮 落地非常满 他的这种展示,我觉得和中国选手赵子龙的这个展示 完全还是迥然相逸的两种风格 但是都能展示出欢迎伦华的这种美给我们 是两种,完全是两种 结束动作 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也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失误 这一点我觉得都是可以展示出运动员们的这种技术的含量 难度的这个高度系数上 还都做的比较高位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也是在转播室通过画面 为大家转播的在广州自行车龙华馆进行的 广州亚运会的龙华比赛 花样龙华男子单人自由华的短节目 刚才刚刚结束的是今天的男子的第二位出场选手 西木生物 今天的转播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李奥章 作为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 这个项目在中国呀 李先生我觉得开展的时间 通过这次亚运会的报名的这个国家来看的也不是很多 相对集中在了中国印度日本中华台北和这个 韩国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那么也是说明这个项目呢可能整体在亚洲啊还不够普及 现在严格的来说亚洲军团和国际上一流军团的水平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那么这个差异主要表现在呢 那么这个差异主要表现在呢 西木现在呢 没有什么时候啊 中文 就是西木它在表演上 确实有点重 下来它在加车技术难度的高 它在国际上的性格会强烈一些 但是总的来说它这个跳上难度啊也好 旋转也好 中文在机会上 亚洲现在各个国家领域 最后成绩84.9分